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标股奇迹 我是王志玉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顾德投顾的副总经理高伯杰 伯杰好 志玉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了 今天的台股继续往上涨 今天其实早盘是有往下跌的 但是随即又拉上来 这个台股真的很强 今天又上涨22点 收在8760点 但是量好像是一直 有一点量能不济的感觉 696亿元 这样的量有办法支撑 这个台股继续往上走 那么之前大家都讲说 这个台积电 最近好像又非常厉害 一下子填息填回去 那么也变成台股当中的中流砥柱 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副总 接下来的大盘你怎么看 好 当然至于问了很多 投资朋友想要知道的话题 关键就是说 这个盘已经涨了5天 到底外资一只买 是不是代表未来股市要走多头 其实我今天有一些细节 要跟他谈就是说 虽然大家看到外资买 但不代表外资很厉害 我觉得有一个人 那个大人才是厉害 我俗称现在是什么局面 土鸡对火鸡 台湾土鸡是谁 我们来看这张图卡 谁在卖 这是八大关锅行库 卖超 你看 从加权指数7999 那一天往上谈之后 这两个月他一直卖 一直卖 外资是口口买 一直买 但是我们讲说台湾土鸡 本土的关锅行库一直卖 很多人说政府现在偏多做 有吗 并没有 到底谁比较厉害 是外资比较厉害 还是土鸡比较厉害 我觉得大家参考看看 其实那一波从8840 涨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关锅行库大卖你知道吗 或许他不是卖最高 他是沿路卖 但是卖完后你知道吗 跌到799这一段 跌下去之后他开始买 那也就是他在做什么动作 他在做差价 现在又来一次了 其实他真的很厉害 我们讲说这里面有很多高手 不是外资 外资钱比人家多而已 好 他一直卖一直卖 他目的是什么 其实投资本你要去学习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在高档没有卖 你未来跌下去怎么有钱买 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俗称的专业 叫做差价 叫差价 也就是说高档你要懂得卖 你钱要懂得拔出来 抽回来 关锅行库就这么做 所以当未来回档的时候 他才有钱买 什么事情会让指数回档 这是一个关键 当然至于刚刚有讲到一个事情 你就说这一阵子网上谈的过程当中 是谁带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卡 这个大盘涨了几天 1 2 3 4 5天 应该说涨了5天 这5天谁带你知道吗 虽然看到外资买的是谁 台积电 我相信最近大家在谈 台积电除息后 一直涨一直涨 对 我们也知道台积电是什么 获利好 营收好 钱景好 在法人外资圈里面看出这些好公司 钱景好的好公司 对不对 对 当然股价创了还原全职 是创了波段新高 当然大家手上有台积电吗 没有嘛 所以代表应是 现在大盘加权指数的位置 它跟台积电做很高的联动性 我想正相关 正联动 这个地方台积电是不是就此上去 也有关到大盘的一个 接下来的方向 但是我认为基本上有一些看法 跟大家看一下 来 这是台积电的周线 创新高 创新高 它一路走走走走 走了7年创新高 这是周线 上一周出现了一个长红棒 这是还原全职来看 还原全职来看 好 到底这个地方会怎么样 其实我要谈台积电之前 想想看当初宏达电五年前 它在1000多块的时候 你会知道五年后它剩不到100吗 大家一定不知道 但是台积电它也是一家好公司 这个地方创新高 到底是还会再往上涨吗 会不会 会不会 当然大家想要听会不会 当然从技术面 我们回过头来看 基本面看起来不错 很多的股票 它在高档的时候 绝对 绝对它都是利多 绝对都是好的 不然为什么创新高 当然 这是废话 大家在讲这些废话 重点是 你怎么去透过技术分析 知道说 这个股票会不会往下回党 是不是要回党了 这才是重点 我相信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标榜什么 程式的 软体的 都在演示后的 那个指标都是落后 但是有没有人告诉你说 明天会怎么样 后天会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在股市里面 他不能开玩笑 钱 跟你的钱关 跟你的钱有关系的 不是那种演给大家看 而是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接下来会怎么走 当然软体要表演很简单 如果这样就这样 但是它都已经在今天 以前发生过的 那有没有人知道明天 开始他会怎么走 有没有办法 你就直接问那个人 你的软体明天会怎么走 你敢不敢讲 绝对不敢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一个东西 技术分析里面 所含的意义 你要看得很细 不管是软体或指标 或许有些是落后的 但这落后的软体 你搭配人是似后演 他没有用 而是我要告诉你 接下来怎么看 我要透过技术分析 很多人问说 大盘会不会涨 还会不会涨 那就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就是这一阵子 往上攻的主要工程 创新高 大盘一直往上涨 来 给他看一个东西 这一条 30周移动均线 好 涨 涨着几年一直涨 对不对 好 重点来了 这个位置 曾经在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很多当时 当时大家也说环境非常好 利多题材非常好 但是这个叫什么 这叫乖离 这个叫乖离 我们讲说技术分析 你能不能拿出来用 我现在先跟你讲 他乖离力来到这位上面的时候 就算他要涨 他都会回党 为什么 这叫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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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次 结果毁了这样子 第二次 这个位置 一样冲上去 来到这位上面的时候 他因为乖离太大了 这叫正乖离 你想 如果台积电回党 回党 对大盘会不会有影响 对台股会不会有影响 绝对有 绝对有 好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未来的事 很多人说 什么未来叉叉什么不什么事 我觉得你有本事你就事先讲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我用技术分析 简单的技术分析跟你讲 他会发生什么事 来 好不好 这根 这一根 我觉得这根很重要 这是历史新高的位置上面 长红棒 长红棒 对 很兴奋 会让人家很兴奋 带着大盘往上攻 会觉得说 这大盘三重底结束了 要往上攻了 底怎么会在八字头 只有技术分析没许好才会说 那个底在 这个是三重底 大盘是三重底 错了 你注意看这一根 高档的长红棒 通常叫做什么 在技术分析叫做 即将回光返照 什么叫回光返照 我们讲人要抓起来的时候 人要挂的时候 通常会这样 来一根很激烈的往上攻 让人家绝对失去戒心 但是重点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 似乎攻不太上去了 好 重点来了 我们放远一点 乖离率 又来到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 这一个乖离太大了 乖离太大了 而且出现了背离 我想说最怕是出现背离 如果没有背离 那基本上还好 可能回一下还会再上 但重点是 这次出现背离之后 比较担心的是 他可能会什么 比较担心的是 接下来会不会有假穿头 来震破底 这一点很重要 会不会有假穿头来震破底 好 重点来了 台积电 这一个形态叫做回光返照 再加上乖离来到这位上 通常都会出现一个修正 这一次修正的时候 对大盘会不会有影响 对大盘会不会有影响 外资在买 你觉得对大盘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我会用台积电 来看里面的结构 因为股市计量来 上礼拜我跟他讲 你要从里面技术分析 看到结构会怎么样 这有两个缺口 我认为都要回来会补 所以来到这位上面 就算过了这个高点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要跟着关股行库 做卖出动作 为什么 因为未来如果回党的时候 你才有资金接 也就是说 站在最近的操作上面 如果你没有先卖 未来跌下去怎么卖 这是一点 再来一点 如果我们讲了上个礼拜讲的 如果台积电回党 什么事情让它回党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 如果美国股市 对 虽然今天晚上不开盘 但是7月份 台股美股会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转折 也就是说它7年的多头 它如果结束了 似乎已经站在那个起点点 位置上面的时候 如果7月份一个风吹打通 往下开始进行终极纠正 什么叫终极修正 就多头回党0.382 至少0.382 如果是0.382 两成 如果是两成 台股呢 这个位置上面 你是不是应该要 风高解码一下 也就是说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其实接下来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或许常常有人常常在听 这件事叫什么 彩铺重分配 注意 接下来的做法不一样 专业操作跟非专业操作 接下来会有两个 极大不同的做法 专业的人士会懂得卖 甚至是反手放空 但是非专业的是 当他觉得说 这个股票市场 人家说会上万点之类的 套牢股票不愿意卖 或者是很多股票 已经在跌了 在跌的过程中 他不愿意卖 他会变成他一直在套牢 但是这过程当中 在接下来半年里面 当这两个 接下来会越差越多了 有人会赚钱 有人会赔钱 有人会赚钱 有人会赔钱 讲起来很简单 你在讲什么 到底要怎么做 很多的观念说 最近很多人说 量来了 行情连五涨了 赶快买股票 但没有人告诉你风险 我相信我的老观众 我在之前的其他的老观众 现在跟着我来到这个阶段 是因为去年 在万点过程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全部避开了 超过2000年的下跌 我认为基本上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还有一次 有美股引发的 股市的崩盘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你想赚钱的 请听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什么叫财富重分配 你的钱被人家赚 还是你赚别人的钱 这非常非常的现实 不要做错方向 不要因为看到涨的时候 而拼命买股票 而懂得卖 懂得空 将会在接下来行情里面 你可能会是我们讲的 股市里面的最大赢家 好 非常谢谢副总 那么今天教大家 这个财富重分配很重要 这个一定要在对的时候 做出对的选择 才可以帮你的财富 再累积翻倍 好 那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 稍后回来 有我们同样 也是顾得投顾的副总 陈子荣 要带大家来看看 期货该如何操作 我们马上回来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顾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顾得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现场请到是 顾得投顾的副总陈子龙 子龙 副总好 志宇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 子龙副总今天来教教大家 期货最近一路的往上涨 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居高思维 到底接下来的一个期货操作呢 好的 在期货的操作上面 就如同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期货市场就是一定要做对 怎么样才能够天天都做对呢 主要是在于说 有一套非常值得你所信赖的 稳健的操盘系统 所以这个操盘系统来说的话 就是我在之前所讲的 边际效应系统里面的PSY指标 而这个PSY指标来说 大家还记得吗 要不要来复习一下 也就是当PSY指标在负50的时候 该是乐观还是悲观 有没有声音 大声一点 对 就是怎么样 要乐观一点 对不对 所以在负50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要买进 对 然后来到50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是应该乐观还是悲观 应该要悲观一点 所以来到50的时候 就是应该做放空的动作 所以今天陈总PSY系统 其实在最近上个礼拜 左右的时间里面 有一些投资人来说 陆陆续续的 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成员 那么陈总的系统里面 所标榜的一件事情 是在于什么 是在于说 每一次出手都要精准 都要做对 就要做赢 你会问陈总说 陈总 你怎么这么厉害 不是我厉害 而是我的PSY系统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厉害 好 在今天来说 我们所有全部的成员里面 就是一多一空 你说有一些老师 好多多也好多空 也就是每一次进场之后 可能有一二十笔单 但是陈总就是告诉你 今天我们所有的成员里面 就是一多一空 一个多单一个空单 而且我们系统在8点45分 就是已经开盘的时候 8点45分01秒的时候 跳出数字出来 然后我会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 再发出简讯通知大家 所以请看 在于今天陈总的简讯上面 讲得很清楚 8点49分25秒的时候 然后陈总所发出的简讯 全部 全部 大家有看到吗 全部所有的成员 来看一下 台指期编辑效用 多方在8598点 各位你看到 这是我们在今天 7月4号的日期 然后这是在8点49分25秒 这是我们的时间 然后这是陈总的简讯 然后这是我们的编辑效应系统 非常的明确 多方在哪里 8598点做多 做多之后 我们在压力点的位置 来做平仓的一个动作 这个压力点的位置 是在8678点 所以这一笔单来说 足足做多完之后 大涨80点 各位在于今天的多单 80点就已经是轻松入带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 8点51分27秒的时候 陈总所发出去的简讯 我们说我们全体 所有的成员来说的话 就是一笔多单 一笔空单 而这个简讯里面 我们说编辑效应 这个系统里面 空方式在8674点 8674 各位今天 你知道今天的最高点是多少吗 今天的最高点是8670 9点 你看到我是不是空在相对的高档 买在今天的最低点 空在今天相对的高点 你说有了这种系统 你说你能够不做赢吗 你当然一定会赢 而且叫天天赢 所以你看到这笔单来说 结果是30点 做完之后下跌30点 那么这是我们全体所有的成员 就是一笔多单 然后一笔空单 其他都没有了 没有了 其他的全体的成员 就没有其他的单字 另外还有清代的成员 清代的成员在今天各位 我们8670点的位置放空 8670点的位置放空 放空完之后 各位重点是在这里 12点23分的时候 我们补在中午 就是午盘的最低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这么能够每天都做对 各位当然不是猜的 而是在于说 过去有它的轨迹 过去对 现在对 未来也要持续不断的对下去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系统 在于我们的系统上面来说 8点45分01秒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看到 各位你看到 这是2016年7月4号对不对 好 你看到刚才我们说 简讯上面8598点的位置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买进 买完之后 结果的往上拉到最高8679 我们在8678点的位置 相对高点的位置 顺势的多单就是出场的动作 而一口气就是80点 所以今天各位 80点是不是已经入袋了 YES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各位请你看我的系统 我把它放大让你看 这个系统里面你看到 好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系统里面你看到 这里是2016 7月4号 各位这个地方是不是 就是我的边际效应系统 多方进场8598点 我们的数字根本就没有更改 而且是在8点45分01秒的时候跑出来 可是你成交在哪里 成交在早盘9点半的时候 各位今天我所要彰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在8点45分01秒的时候 这些多点跟空点来说 就已经是怎么样显现出来了 所以亲爱的各位成员们 你现在已经有我的系统 你可以打开电脑顺势的跟我同步的 对比一下对不对 你看对比完之后的话 就是8点45分01秒的时候 这些数字都已经是呈现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匆匆融融的 真的看到了这个8598点的位置 你就在这里进场全力做多 各位你还怕什么 不用怕 真的是不用怕 有些老师的系统 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说 你做多也不敢 你放空也不敢 为什么 你没有信心 可是我的系统告诉你 该做多的时候全力做多下去 该放空的时候全力放空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有把握的地方 哇塞 你说陈总 你实在是探翻了 各位我没有探 我没有赚翻了 我是在跟大家讲说 你有系统之后你就是怎么样 十足的信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好 接下来看 刚才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全部所有的成员有一笔空单 在8674点 好 那么你看到8674点 各位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们找盘的时候8598点 是不是在这里做多 好 做多上来之后 8674点放空 因为这里的多单先行离场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多单离场 大涨80点 恭喜你 这里真的轻松入带 然后这一笔8674翻空完之后 这里30点 30点你也轻松入带 在这里有一笔8670点 清代成员我们的空单 我们的空单在12点23分 所以你看到我的系统 跟我所发出去的简讯 是不是能够一一的做一个对比 完全的验证 叫做铁证如山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一笔80 一笔30 一笔53点总共是163点 你就是说单单今天 一口大的台指旗 你就已经有160点旗 160点 各位我就是单单只算 你一口大的台指旗 我没有给你算什么两口单 三口单 五口单的 No 没有 我就指的很傻的 就告诉你就是一口单 那一口单160点 今天单单32000 我没有说我赚32000 我是在告诉大家说 有了这一套系统之后 各位你是不是成为市场上面的 超级赢家 当然是 好 那你看到我为什么 这边8670或者是清代成员的部分 要在8623做回补动作 有没有人知道 你答对了 你看到这里对不对 你偷看到了 没关系 来 我来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是拉到-50 所以当他在-50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轻松的在这里 做空单回补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样操作起来的话 是不是很easy 是不是天天都期待等开盘 礼拜六礼拜日真的不要休市 然后六日都可以怎么样 成为市场上面的赢家 天天赢下去 好不好 就是要这样天天赢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所以各位这是刚才163点的话 也就是说等于是 我们在今天整体的单子 那么在于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有行情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是好好的要把握住 所以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各位请看 这里是不是它的一个空点 好 8508点 你所看到的psy系统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在怎么样 50 所以来到50的情况之下放空 8508放空之后下跌54点 8454做多之后上涨76点 8530放空之后 好 这里下跌29点 所以在上个礼拜四 所以我的系统是不是叫非常的稳定 54点 76点 29点叫154点 各位这是单单 在于上个礼拜四就有154点 而且也就是一口大的台纸期 在于上个礼拜四一天的时间 大概154点 大概有一口大台纸 三万块钱 再加上今天来说的话 三万两千块钱左右 所以各位只要按着指标来操作 psy在于50的时候放空 在于这个负50的时候做多 在多点买进之后必上涨 在高点放空之后必下跌 而且叫做非常的有信心 你敢做绝对不会做犹豫的动作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说高点要放空 低点要做多 所以你看到这里1 2 3 这里有三个低点 所以你看A B C在这里 所以按照我们的指标来操作的话 绝对能够必胜 今天陈总也给大家非常大的诚意 打电话进来的前三名 明天陈总就亲自带着你操作 好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这是今天的一个节目内容 大家明天见咯 拜拜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雇就是good 02 2578 3000 2000 2578 3000 3000 不可小觐的能量 台硕是有95加 有了悠悠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悠悠 不可小觐的能量 台硕是有95加 有了悠悠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悠悠 不可小觐的能量 台硕是有95加 买中午车就想上战场 看不到的地方顺心帮你上场 看OK 上路才OK 上网选车一样OK 还能线上看茶宴保证书 来测顺心看OK 本茶宴OK车送6瓶机油 不可小觐的能量 台硕是有95加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雇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雇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不可小觑的能量 财索时有95加 能量的加低加 进阶超完美格局